大家好,今天就和大家聊聊聊天 忘記不記得我在英國都住了超過一年半 都叫做又有些深入的了解 我就住在英國南部,即英格蘭南部的一個小鎮 我的經驗可能和一些在大城市的香港人的感覺有點不同 不過都儘管和大家分享一下,讓大家有個參考 我覺得最重要是大家來之前,對一個地方要有比較實際的理解 因為我見不少人,尤其是年輕人,很多時候因為不喜歡一個地方 然後就美化了另一個地方 即是說我來到哪個國家,就會什麼問題都好解決 那裡樣樣都好,那我現在身處的地方就樣樣都不好了 其實這件事情就未必是真的,到處都有好又不好的地方 那你說英國呢,有些人就有個stereotype的感覺 就是覺得,哇,這裡個個都是男的,就是gentleman,女的,就是ladies 個個都有禮貌,那其實這個呢,很明顯就不是事實來的 那你說他們是不是很差呢,其實不是的 我覺得英國呢,以我的小鎮為例 沒有可能是退休人士、老人家 那相對呢,那相對呢,都是大家客客氣氣的 那大家就算在街上撞倒啊,那這樣 尤其是去附近那些田野那裡行山的時候呢 那大家見到都打招呼的,那都相對友善的 那又沒有說香港有些時候,大家都很容易起了降啊 很容易有衝突那樣,那相對這裏少一些的 那你開車都是比較禮養一些的 但是你說,是不是真的個個都,哇,個個都很有教養 啊,學冠中世,很有建地,那其實就未必咯 那因為大家要想呢,就是英國是一個 就是世界霸主啊,日不樂帝國的日子呢 已經非常之遙遠之前的事來的了 那麼多年下來呢,可以說今天英國呢 就是不算說真是非常之富裕的地方來的 很多人呢,其實就是為了柴米油鹽都很閉毅的 那麼更加不要說,他要再了解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事 因為我們住在一個小的地方 那麼就相對是富裕啊,那我們都是很國際化的 那麼我們很了解,就是相對呢 我們知道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事情呢 是比較多一些的 那麼還有我們是懂英文的嘛 那麼就是我們就算未必很厲害也好 那麼但是我們就是叫做是了解他們的語言的 那麼我們呢,就從他們的媒體啊 他們的資訊那裡了解西方社會 我們其實都不算少的 那麼大陸回轉呢,就英國人啊 或者就是西人呢 那麼或者歐洲人都好了 那麼他因為不了解我們的語言 他們去了解亞洲人 就是亞洲國家發生的事情啊 亞洲人心裡面想的事情呢 其實不是很多的 那麼不少人呢,就還停留在一些 比如說,你問一下你亞洲人懂不懂功夫啊 就是那種這樣的階段 那麼你說再叫他們了解深入一些呢 就很難的了 我們了解他們比較多一些 他們了解我們呢,其實不是很多 大家如果真的想著來之前呢 要認清了這個事實 就是說他們跟我們呢 都是普通人比較多 那麼他們的普通人 很多時候心裡面想的事情呢 真的沒有我們想得那麼sophisticated 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很多人呢 就是想著帶小孩子來 想著可以啊,這裡的 尤其是小的小孩子呢 那麼這裡的小學、中學的教育呢 基本上都是免費的 很多人就想,可以好像免費啊 讀國際學校 那是不是實情是這樣呢 其實呢,就是大家都要想過呢 你去他的stay school 去讀,譬如學英文 那尤其是小孩子比較小的話呢 那我都相信呢 過了一兩年應該小孩子很快就回答 那英文是真的會學到的 那但是是不是就等於香港的國際學校呢 我覺得就不一定的 那應該說呢,就你要選一些學校 他的學校呢,尤其是stay school 如果是一些比較好一點的 就是grammar school 就是學術水平這樣算 就跟香港那些 中等的學校是差不多的 那你說他要好像香港好的學校呢 那就非常之難 整體的水平呢,就未必真是高到 好像香港那些好的學校的學術水平那麼高 那除非你真的給錢去那些 boarding school 那個水平呢 就應該跟香港的好的學校呢 就比較近磅少少 那個距離呢,就沒有那麼遠 另外這邊呢,就不會怎麼push你的 就是他會提供一些資源給你去讀書 那但是就好看你自己是不是 就是小孩子是不是生性去讀書 那他不會捱你的基本上 那如果就說你想讀的 那他會提供一些資源給你去讀 那你要考好的大學呢 這裡都不是說容易的 那你要考一些很一般的大學 當然又不是很難 那但是你要考一些好的一流的大學呢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考的成績 尤其是小孩子就一直都 如果不是說很緊張的話 一路讀上去呢 那去考好的大學呢 都有一些難度的 那所以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那又說一些關於生活上的東西 那因為呢 其實經濟都是普普通通的 那Brexit之後呢 少了歐盟的大市場呢 那他也都是更加會差一點點 那所以一般工作來講 工資水平呢 就不是十分之高 稅也都不是輕 一般人來說 那那Disposible Income 是不是很多 其實都不是很多 一會兒又供一下 這個Lexional Insurance 一會兒又這樣那樣 那你水費啊 煤氣費啊 那些又比香港要高 其實你剩下的錢 就不是十分之多 交通費又很貴的 那比如我這裡離開倫敦 大概一個車 中頭火車程度 那如果你便宜的話 你買到的火車票 來回這樣算 就是最便宜的話 可能二百多元 三百多元 如果不幸運的話 你有什麼急事 你要去倫敦的話 那你去一匹的hour 就是一些上班時間 去坐車的話 可能一程呢 都去到你四百元港幣 來回呢 就差不多要八百元港幣 那相當浪費錢 那你可以買月票當然會便宜一些 但是呢 那個洗費呢 都是相當的一筆支出來了 那說了一些比較負面一些的東西 那當然它都有一些正面的 那正面的東西呢 比如我住在這些比較鄉下的地方 其實呢 走出去不久呢 那就是不遠的地方 那你比如走出去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之內 周圍呢 都有一些很美的 就是一些田野啊 那些 就是Rolling Hills啊 那些 那些 你英格蘭南部 見到那些照片出來的那些 那些都是漫山變野 都是一些草坯啊 整到很整齊的 那又有一些河流啊 那就很舒服的 那都有一些勁呢 給你去走的 那不過你就要買一雙水鞋 那些勁就沒有說香港的麥理浩勁 那些鋪得這麼漂亮 那那這邊又有時候下雨啦 濕滴滴的那些 那些泥呢 就泥地很多 你就要一定呢 你來英格生活 就一定要買一雙那些 那些Werlington 那些叫Wally那些 那就是那些綠色水鞋 那一雙這樣的水鞋呢 基本上就周圍那些地方 你都可以走都相當漂亮的 走一段距離 就有些小村莊啊 那就是有些農莊啊 那有些時候有些farm shop 你可以買那些有機蛋啊 買那些有機蔬菜 那都可以的 那如果你喜歡駕車的話 你駕出沒多久呢 那你就有些很漂亮的路 那兩邊其實車就不多 那些彎彎曲曲的路啊 那你就可以走到很遠啊 那都相當舒服的 那至於吃東西呢 其實就我發覺 如果你吃中式東西 因為多了香港人來啦 那可能這十幾二十年 都不少內地人來了 那他們很多都開了一些餐廳 那你吃香港東西 我都發現有些點心的店 其實都做得呢 比香港有過之餘無不及 那有些甚至那些燒蠟呢 就新鮮速爐呢 就比香港大部分地方呢 吃到的燒蠟更加好都有 那吃日本東西都不少的 那麽特別是在倫敦 那麽當然日本餐廳呢 都不少人是內地人開的 那麽但是都見到呢 有很多都是日本人開的 就是有些小店的 不過當然洗費呢 是比較貴的 即是你說吃東西的話 其實應該是各種食物都可以吃 不過呢 就會比香港消費要貴咯 不過呢 似乎大部分人來了這邊呢 慢慢都是習慣了這裏的模式呢 多數都是 就是自己煮東西吃呢 就煮多了 那麽偶爾才出來吃咯 好今天就講到這裏先啦 那麽大家呢 就對這些片 看看有什麽意見 那麽有什麽意見呢 都歡迎留言那裏就講幾句 最尾都是賣回廣告 我的新書就出到第二版 第一版是很快賣完 多謝大家支持先 那這本書呢 就都有很多一些 關於中老年人的慢性病的知識 那麽相當的容易明白 也都包括了我這個頻道 講一些濕疹的問題 有不少的篇幅呢 都教大家 怎樣自己處理 不用花大錢 都可以令他的濕疹呢 有很大進步 也都有一些文章呢 就教大家 怎樣自己處理失眠 不用吃安眠藥都可以處理失眠 那自己處理一些情緒病 對大部分人都很有用的 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 今天講到這裏先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我在哪裡 旁邊 多謝大家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